我們今天是星期日 從西貢碼頭出發 轉了出來這條西沙公路 這裏是向馬安山的方向行駛 一陣子這條路去到右手邊 有一條小路 今天再介紹你們的餐廳比較懶悶 即是你們經過西沙公路 也可以去那裏喝杯飲品 暫時是這樣,待會再介紹 你是不是打環呢 進來這條村 我們平常可以去一間叫水井坊 但今天我們是打算去另一間 介紹給各位的 農村餐廳比較有些特色 131 是在這個農場裏面的 這裏有點像我們在Wancouver那些 現在這裏有些特色 有些像在這裡 不知道 這裡來這裡 有些人拍攝 你看這個這部路有些人拍攝 這個路門見到131了 這間餐廳我們今天 我們是沒有去過的 聽朋友說,今天過來試試 所以是介紹給各位的 這條路是很小的 通常呢 這間131原來是吃法國菜的 但今天被人包了結婚 星期一休息 二至五就只吃晚餐 星期六星期日就有午餐和晚餐 但是呢,她的午餐已經預約到2022年多一 晚餐可能呢,還有少許位置 都會打電話來問 她的餐牌大概三四個月中一次 可以再打電話來問她的菜單 還有她有些什麼不吃都可以 可以打電話來問,有E-mail 有這個卡片 這裏的風景都不錯的 沒有朋友介紹都不知道 有一間什麼法國餐廳 各位 你們可以 檢查一檢查 我或者待會把卡片放上來 我們去到131的法國餐廳 要預約到明年 所以就去到我們以前去的那間 叫做水井坊 農村的餐廳 前面就拍位了 一會兒 那個餐廳在前面 這個水井坊餐廳 我們來到這裏 拍位就在旁邊 有得拍位 拍在這裏 這裏就是 西沙公路駐進來 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井坊村入面 來到這裏 有間叫 水井坊餐廳 這裏就是水井坊 這間我來 經常來這裏 遊玩車可以來這裏喝杯飲料 現在沒有什麼人 我們來到這裏 水井坊餐廳 平常來是在外面的 今天因為太熱了 進來吃 舞台幣 切了一個吉尾芝巴 在味道 monarch 一顆吉尾芝 緊笨 喊 好,我們現在就在井頭村喝完茶離開,這裡出去的就是西沙公路,我們打算由馬鞍山那邊,經獅子山隧道,包括九龍,回庭。 今天就是這樣,現筆